因为我会在就是我有一个表演 就是我会丢一个抱枕 就是一个是我的玩偶的 跟我一样长度的 跟我一样高度啦 然后就是跟人一样的 所以我丢出去他们就很疯狂 举手举手的这样子 走性感路线 你的家人啊朋友都怎么看 我觉得是非常反对耶 人生方程式不一样的人生哲学 你好我是李强 那这一期要访问的这位嘉宾呢 我跟你讲我很害羞 我不知道眼睛应该要放哪里啊 就算是现在我是用眼角这样余光感受 那玲珑有致的身材 已经是让我觉得怎么办啊 我们有请DJ Velen Wu 哈喽大家好我是DJ Velen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基本上 那个大家对你的既定印象 你觉得是什么 应该之前的印象都是可能性感网红 然后过后就到我才转型做DJ嘛 所以也是蛮多人懂 我是DJ这样子 就是这两个啦 性感网红跟DJ OK讲到DJ的话 其实DJ性感DJ这件事情 其实应该是蛮多的了 你在加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其实不会担心说被比下去吗 我加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我觉得那时候机会是蛮好的耶 因为我其实之前就MCO的时候 就已经学过DJ了的 以前就有兴趣啊 然后过后是MCO过后了 那时候刚刚开了就很多人很想去club嘛 因为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去club了 所以那时候又开了很多新的club 所以那时候我的经纪人就觉得 我觉得你可以做DJ 要不要去试看这样子 然后就觉得好像是可以try看哦 因为刚好那个娱乐行业 我觉得当时在就是重新兴起这样子 虽然我们说疫情好像是给大家带了很多的困难 不方便 然后结果其实它给你带来了机会 是我觉得也有一点幸运啊 打碟这件事情是你本来就有兴趣的 还是你是为了什么目的而学的 就很久以前我是有做过直播 然后直播的时候经常就会想要别人的才艺 就换多一点不然每天聊天很险嘛 所以我就会有跳舞啊 然后有那时候我就学打DJ了 因为刚好那时候也有朋友问 要不要一起学DJ这样子 就是误打误撞咯 就哎呀去学一下咯这样子 反正多一个才艺这样子 学学了就觉得好像还不错 还可以哦 不是还可以是非常好 有没有看过你网络上面的一些片段哦 那个架势 哇真的好像是那种十几二十年经验的DJ 你不要讲我都害羞 所以DJ一定传这么少的吗 不一定啦 有很多不同类型的DJ 但是你把自己定位在 我的定标是好像DJ Soda这样子的 对对对 所以就是性感DJ 那你这个外形啊 这个形象啊 是你的一个人设 还是本来的你 就是荧幕上的话我觉得是性感的吧 就是实际下的话我觉得 比较接近青春的类型啊 就是实际下我是很 呃哀的 就是我是很安静的其实 哦是哦 对对对 然后也不怎么出门 也不怎么去party那些的 就很少很少 朋友生日这样子有趣的 嗯嗯嗯 所以你是外衣内哀的人 对对对 那你这个平时自己在家的时候 通常会做些什么事情 我在家通常都是 呃会刷抖音啊 啊那种 然后我喜欢跳舞哦 跳舞然后还有 其实还会弹感情 哇哦 你说跳舞是跳那种 就是真的kpop的舞蹈吗 还是比较是kpop啊 还有就是girl style啊 jazz啊 这几个 跳舞是我从中学就开始学了 所以你是觉得说这个性感的形象 是可以带给你很大的这个回报 所以你愿意继续性感下去 呃是ok啦 还是可以继续这样啦 啊不会让我觉得很难受啊 还是 还是终于做你当下很舒服的自己 我还是蛮喜欢 就是我现在的形象啊 呃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很多面向的 那呃你比较是清纯那个自我 但是呢你知道说 哎我在人前可以用我的优势 对两个都是我喜欢的 啊跟大家互动啊走进大家世界用性感的形象出现也是ok的 嗯对对对 那漂亮的女生其实会不会同时也吸引到那种女粉丝呢 这个的话嗯也是有啦 但是男生还是占大部分啦 嗯嗯嗯 因为我男生粉都是我的男生粉丝真的那个比例是多很多 如果是100%的话怎么区分 应该90%都是男生 是所以到那个夜场去 到打碟场去捧场的都是男士们 男生女生都有 他们会对你做出怎么样疯狂的表现的吗 疯狂的表现啊 呃因为我会在就是我有一个表演不别啦 就是我会丢一个抱枕 就是一个是我的玩偶的 跟我一样长度的 啊 啊跟我一样高度啦 然后就是跟人一样的 所以我丢出去他们就很疯狂 举手举手的这样子 了解 啊其实要当一个网红哦他真的是要就是这种招数要必须撑出不穷的对不对 撑出 你还有什么很厉害的方法除了事丢抱枕之外 然后还有什么让大家嗯 一定要来找DJ Velen Wu 因为他会给一些其他的DJ没有给到我的东西 舞蹈啊我的舞蹈呗 其实我是通常会结合我的舞蹈跟DJ一起这样子 你线下其实很努力的在做表演没有错 你当然在线上做了很多的 content 然后其实这个是不是你也认同说如果你的职业嗯即便你是一个专业的打别人 你还是必须要透过网红的角色才可以让你的职业 然后更让大家看得见让你这个人 让别人看见 肯定是网络的 网络的时代嘛嗯 他是助力了 对两个我会两个两个一起加拉就是网络跟线下一起嗯 这样子他那个效果才会更加好 因为我讲他可能是阻力的原因是哦 很多人可能他一开始就对你有抗拒的话他就不会想要去线下支持你了啊 所以你看到的情况是呃大家都是因为看了你的影片嗯 所以更愿意走来现场看你表演 对对对是 你这样的一个举动哦你走性感路线你的家人啊朋友都怎么看 我觉得是非常反对耶可以这样讲 OK可以分享一下这段故事吗 就是当你决定说你要走性感路线的时候你家人他们的嗯 最大的反应是什么 呃他就是讲这么我要这样子拍这样子的照片啊 啊怎么样这样性感这样子啦在网络上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家人都是比较传统的嗯嗯嗯就正常的爸爸妈妈啊 然后所以呃就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啦就是我一开始就是拍比较性感啊这样子的时候他 我也没有跟他们讲啊没有去特地讨论讲哦我现在要加入性感路线没有啦 现场后舟啦这种事不知不觉不知不觉 你先做了再跟他们讲呃我也没有讲也没有讲 是他们自己发现的啊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就只有骂你而已啦骂就没有啦就就讲哦念一下咯啊就就就就反对哦 可是就是嗯这样子的事情该也差不多两年了吧两三年了吧他们就也已经就是慢慢接受了 用两年的时间然后来让他们适应你的变化 一来他们适应二来就是他们有看到也就是有做出成绩啦就是我又做DJ然后又有呃到处就是到各个国家的大哥然后呃呃赚到一点钱的时候又带他们一起去旅行 然后我又是家里最大的嘛 所以我是我的家里先 因为爸爸过世了 所以就像妈妈 所以我是他们的整个资助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看到成绩了 他们就慢慢比较放心了 所以他也接受他也 我妈也是理解我这样子啦 也相信我啦 是那现在他会愿意去看你现场表演的吗 现场表演啊 如果我叫他来的话 他应该会愿意的吧 还没有叫过 好像没有看 因为他们没有去夜场啊 好像是很传统的妈妈 这一路走下来 有没有特别想要感谢谁 有哪一位贵人是 你觉得没有他的话 或许你就没有今天的自己 贵人我觉得应该算是我的经纪人吧 对我的经纪人 因为很多时候 可能不懂他做梦的时候 他就会给一些意见啊 方向啊 觉得要拍什么啊 这样子就是在背后 跟我一起去想idea策划这样子咯 幕后军师 对对对 就是没有觉得说自己一个人走下去会很累咩 你是家里边的精神支柱经纪来源 然后就是有什么问题也只能够找经纪人 身边这个位置有没有一个人在啊 暂时还没有啦 没有想要咩 是可以的只是也要有缘的人啊 陪伴吧 我比较在乎就是有没有给到陪伴这样子 为什么觉得陪伴很重要 因为爱情就是陪伴啊 就是要陪你到老这样子啊 当然然后尤其是你必须要扛起一个家的时候或者是你要到处去走的时候或许 工作上面会有一些不顺遂的状态的时候 他可以给到你那种很温暖的一个拥抱 就是研究很多的歌啊那种 所以我还会是花时间在呃 DJ这方面啊都还要花蛮多时间 嗯嗯嗯 还会兼顾就是出书出写证集这些事情吗 会会接下来会筹备就是 尸体的写证 嗯嗯嗯嗯 这个还没有跟大家讲过 就是会出那个尸体的写证 还没有去拍啦 就是在计划计划者准备啊 来来来时间点说一下 大概什么时候我们会看到成品呢 应该要明年吧 因为他制作一本书对实体书要拍修图 排版全部东西也是蛮长时间的 年初就看到了吗 应该要年终 年终 对 期待一下 2025年5月份6月份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DJValet Wu的最新写真集咯 对对 谢谢DJValet Wu今天的分享 那请大家呢一定要继续追踪 我们ShotChinese的IG G FB Tiktok还有小红书 因为呢在那里你可以收到更多的相关内容的分享 还有一些话题可以来参与的 人生方程式 下一集再继续给你更多不一样的人生哲学 谢谢DJValet Wu 谢谢李强 谢谢 嗨 嗨 你知道吗很多人做生意就是扩张 我开很多分行 生意做很大 也没有 我基本上就是重复一直做同样一件事情 拿车 剪片 Upload 然后 跟网民吵架 那所以在那个很脆弱的时候 你很可能给两个人骂了之后 你就 就關頻道就不要做了